Hello 大家好 很多謝大家今天來看這條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去一個倫敦市中心的地方上映 這個地方叫Orge Square 它是很近Livingpool Street 它最近的地鐵站就是Orge 但如果大家在Livingpool Street下車的話 其實走十分鐘也能過到你這裡 因為它是市中心的關係 它的面積就不會很大 你看到它是一個很小的公園仔 然後公園仔旁邊有兩大櫻花樹 很不幸我今年來的時候就錯過了它最燦爛的一個時刻 我覺得如果我早兩個星期來就會全部都粉紅色 我去年也有來過的 去年比今年好多 其實我也是同一個時間來 也是3月20多日來 但想不到今年就已經錯過了它最燦爛的一刻 不過不要緊啦 既然來到也繼續拍給大家看 希望下年大家來到這個Orge Square的時候 就是變成它最燦爛的時刻 因為今年就沒有去年那麼漂亮 所以我就決定放去年我拍的照給大家看 就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去年拍的照片真的粉紅色很多 它們是完全沒有綠葉在上面的 大家在這裏上完影之後 因為這裏就很近Livingpool Street 附近也會有一些市場 如果大家星期六日在這裏上完影之後 覺得沒事做的話 其實就可以走一下市場 我都不例外 我都走了去市場吃東西 這些市場通常都是一些小店 它們都是自己 可能自製一些蠟燭在賣 或者可能賣自己製的袋 或者自己製的衣服 那當年Lamarket裡面 也有一些買東西吃的店 那我就隨便找了一間會吃飯的店 那我就叫了一個吃飯 叫了一個日式炸雞 還有叫了一個雙瓶飯 是油雞瓶叉燒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叉燒飯是超伏的 但是沒辦法 我都叫了 但是我覺得這吃飯是好吃的 還有炸雞也是很正常的 最伏的就是叉燒飯 很明顯是鬼佬版的叉燒飯 完全不是香港正宗的那一款 不過味道又不是很差的 但是如果比起香港的 就真的不是那種香港風格的上品飯 好了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了 好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倫敦 欣賞到一些很美的映花 喜歡這條片的你 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 拜拜